高效能处理器 AI智慧机器人排排站 全球最大科技盛会CES无拒疫情搅局 奎为两年选在1月5号到7号以实体方式举办 总共2200家厂商参与 三大巨头英特尔超为挥达齐聚一堂大秀半导体肌肉 套成地表最快的笔电处理器 英特尔把效能混合架构导入平台 还有另一款绘图处理器背后操刀的 就是护国神山台积电6nm先进制程 先前英特尔CEO基辛格专程放台 传出就是要争取3nm订单 因为从制造笔电再到游戏机 生产汽车都得仰赖晶片 也让2022年出现晶片荒 去年12月采工晶片的厂商 从下单到取货时间延长到25.8周 超过半年比11月增加6天 也改写2017年以来最长记录 晶片荒短缺问题依旧挥之不去 荷兰半导体设备大厂艾斯摩尔 发生火警也加剧2022年金片荒 同时间国际大厂需要台积电的金元代工 也让台湾半导体供应链 在新的一年依然是各国最仰赖的对象 欢迎订阅张博为成品之恩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欢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随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